9月15号一家超市正式开幕了 在欢庆的锣鼓声中 缤纷亮丽的舞师揭开了典礼的序幕 现场嘉宾云集 包括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乔舞组长 葛明东 Cady市长Chuck Browner 等多位商业领袖及乔界代表 以及一家集团总经理陈玄 一同见证了一家超市的正式开幕 现场喜气洋洋 气氛非常欢悦 Cady市的大家长Chuck Browner表示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Cady Cady是个包含多元族裔的城市 发展迅速 她在三四十年来见证了Cady的茁壮 一家超市是个大型的超市 相信能为民众带来很好的服务 中国驻休斯顿领馆 乔舞组组长葛明东 对一家超市的开幕表示热烈庆祝 一家超市的开幕 为Cady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相信在Cady未来的经济发展中 华人必能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做出更多的贡献 的确 对广大消费群体而言 一家超市对民众带来许多便利 一家的空间宽阔 排列整齐 干净明亮 商品一应俱全 同时结合超市与美食街 面包店 化妆品店 手机店等生活上的必需品 来这里就可以一次性都解决 多位商业界的领袖 同住一家超市开业大集 一家集团的总经理陈玄 欢迎广大的民众 前来一家超市购物 一家超市提供各种新鲜的食材 生蒙海鲜 并有一家超市的自由品牌 包括野山道 卖香道 好道场 追味道 家乡道等 给民众最难忘的购物经验 美南国际电视台 记者威尼 休斯顿报道 来 来 请些关注